什么啊 双十一纪念礼盒 居然有绝版的大屠德凯 大家好 我是铁竹哥 就在刚刚 我拿到了最新版的双十一纪念礼盒 就是我手中这一款 据说里面有独一无二的大屠德凯 而且根据情报来说 这张德凯造型独特 制作精美 独一无二 极其罕见 值得收藏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屠德凯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礼盒的封面上是德凯奥特曼 运用着这起礼盒的卡片 肯定跟德凯有关 打开礼盒先看到的 还是专用的收藏色和卡装 这和之前的纪念礼盒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首先做出改变的 还是它的卡包 卡包变成了更为好看的蓝色卡包 那这里面会不会有独一无二的大屠德凯 首先是一张雷杰多奥特曼的HR卡 紧接着是一张红色GP卡的金谷桥 下一张是一张LGR卡德凯奥特曼闪亮型的卡片 最后是一张XR卡的德凯奥特曼 第一包出了四张卡片 非常的普通 而且没有我要的那张大屠德凯 接着来看第二包 第一张是一张3D卡的戴拉奥特曼闪亮型 紧接着是一张 哦 亡灵古阿德要加一金卡 下一张是红色GP卡的格罗布奥特曼 大家都知道格罗布奥特曼 是由格力桥 布鲁 罗索 三个奥特曼合成的 所以格罗布奥特曼的卡片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稀有 这次在纪念礼盒里面拆到 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 但是比它更具收藏价值的还在下一张啊 没错 就是它 XR卡的尤利安奥特曼 从所有奥特曼的图鉴来看 尤利安是仅有的几个女性奥特曼 这次我铁柱哥拆到了上XR卡 势必得好好收藏一下啦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 我开头说的那张大猴德凯呀 算了 我们还是接着拆下一包吧 一张尼奥斯奥特曼的LGA银卡 下一张是小金人的LGA银卡 紧接着 哦 烈火形态罗索奥特曼的红色GP卡 这罗型还是比较独特的呀 周围 应该都是它形态下面的火焰了吧 不错不错 咱们看下一张 3D卡的德凯奥特曼 诶 不对吧 不是说有大头德凯的吗 为什么是HR的德凯呀 说好的那一张独一无二的大头德凯呢 为什么我只见到了他